对不起 对不起 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 因为都是我做的存事 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 不 还是建源铺说得对 如果没有我 也不会做真正人 也不会有经历 今天确实让人紧张 可他让我给过去画了个句号 所以我一定都不会回忆 这事 我会让你回去 我就不能给你 不能吗 知道吗 到了今天你还不知道 不知道 我得知道我心最想做的就是 我代替你做的 你无法代替我 就像最终 我没能独自成的眼睛 所以我说 对不起 哦 对不起 对不起 有没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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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但我们必须进去 我们会在里面待很久吗 我想不会 哪怕就是住上三天 我都会害怕的 我想肯定比三天要多一些 是吗 是 但是我们必须拿出勇气 放进去 我知道 是吗 是吗 你继续拿来 你继续拿来 圣诞议 师傅 把钱给您 对不起 林校长 我们那个小伙子不会说话 我回去后狠狠训了太多 所以今天没让他来 那好 那我们清账了 以后服装有什么问题 我再找您吧 没问题 那送送您 好 章老师 杨老师 麻烦你们通知一下其他的老师 我们今天发工序了 好啊 太好了 这个月的工资晚发了几天 很对不起大家 马校长很忙 没时间来 但他特别交代我 要兑现按正规学校标准 给大家发工资的承诺 你们有管事的没有 有人没有 有没有管事的老板娘呢 老板娘 好了好了 老板娘 老板娘呆在这 找谁啊 怎么 你把我们忘了 老板娘 你还把老板到我们姑爷上去过呢 我还给你们讲过装修的事情呢 你们大概弄错了吧 这没什么老板娘 那 那有什么事吗 我来要我们的装修费 林老师不是老板 有事你们去找校长啊 我们已经去过了 你们的马老板已经被抓起来了 公司都被缠封了 真的啊 马校长的公司出了一点事 他去检察机关 是去说明问题的 我们不管他是什么问题 我只要钱 你得跟我们结账 又不是林老师欠你们的钱 你们找他有什么用啊 他是老板娘 不知道他找谁啊 找你行吧 师父 有什么话 咱们到办公室里说去吧 我没有推卸责任 新学校那边的事 是该由我负责 不过师父 原来说装修要到寒假才结束 可没说不能提前完工 现在我们的活已经干完了 不信 你可以去验收 还是按原来的计划 到寒假 我们的装修款不会拖欠的 不行 马老板已经进去了 谁知道他还能不能出来 剩下的四万块 你现在就得给我 可我现在没有钱 你自己想办法 四万元不是小数字 我真的没有办法 让你想办法是给你面子 要是按照我们的办法 你一个女人家吃得消吗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 师父 再宽限两个月吧 坦白讲 学校的钱 刚刚够维持这学期 你就是停课 也要先把我们的钱给了 我明天来 要是再拿不到钱的话 别怪我们不客气 走 妈妈 进城九个月了 这九个月像是一辈子那么漫长 可城里对我仍然很陌生 我在这儿还是孤独的 寂寞的 妈妈肯定会怪我 没有努力去寻找 那个城里的父亲吧 你肯定会说 如果你找到了他 我在城里就不会那么艰难了 是啊 妈妈 原先我无法想象怎样面对他 可现在却非常希望找到他 我迫切地希望 可以面对面地像一个亲人 说说我这几个月的生活感受 我知道你心里很烦 更往开里一想 咱们到了这个年纪 能够轻轻尽尽地过日子 也是一种福分吧 也是一种福分吧 我烦什么呀 什么福分啊 过去了就让他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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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过去的事 这么晚了你还要去哪儿 好了好了你去休息我不烦你 啊 上去吧 我可以开会儿 妈妈 你知道我是不怕吃苦的 我只是感到城市生活太艰难 太累了 妈妈 这九个月我接触的人 无论挣钱多的还是挣钱少的 都好像疲惫不堪 十分劳累 我好想念在你身边的日子 还有 我最近突然想到 以前我只是一个人的情绪来决定 要不要去找我的新生父亲 从没有想过我们的感受 从没有想过 他在我们的感情世界里所占据的位置 我现在迫切地想找到他 还为了你 妈来你 等我忙完了这一阵 我一定要找到他 那时我把你接到城里 永远在我后面站着 就会有很多的如此永远和美好 而对妈妈来说 如果我站在你们中间 我也同样可以从你和他相会 照片我来说 对妈妈来说 天族 射设设设设计 一静 需要 你 先 射设设设设设设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李秘书 我想打听一下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崔律师的电话 多少 好 知道了 喂 崔律师 哪位 我是姜英博 姜总 你好 对不起啊 这么晚还打搅你 我问一下苏曼的事情有什么进展吗 姜总 区保候审呢 这个事情还没有办 但总的来说它的问题不会太大吧 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这个事情呢 我想应该在三年以下 当然 我们还在努力 说不定还可以轻一点 好吗 姜总 好的 那先这样 再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 走 走 老半天 钱准备好了没有 我昨天可是说清楚了 今天给钱 师父 我现在是真的拿不出钱来 给我再多一点时间好吗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今天不给钱 我们可要采取行动了 再给我一点时间吧 一两个月之内 我一定想办法还清 要是你们怕我赖账 我可以到工商局去 你签债还钱 去工商局干啥 想拿工商局来吓唬我呀 不是 我是怕你们不放心 我可以当着工商局的面 给你们写个字句 我不用什么字句 你们马老板给我写得清清楚楚的 你看啊 学校装修完工以后 经检查合格 一次性结清装修款 你不信 你现在就可以坐车 到我们工地去验收 师父 我现在真的拿不出钱来 师父 等到寒假吧 我告诉你 拿不出也得拿 我哪儿还有一大帮人 等着拿工资呢 可我们这是学校啊 学生的课不能停 老师的工资不能不发 我告诉你 现在对拖欠民工工资的事 政府可是当回事的 你今天一定要给钱 今天要是你不给钱 你这学校就别想再办了 你们不能搬这些东西 放下 这位师父 有事好商量吗 别拿东西啊 你们把这些东西搬走了 我们第二天怎么上课呀 再说你们拿这些东西也没有用啊 我先把这些东西保存到我们的 你什么时候给钱 我什么时候就还给你 不能搬 不能搬 我拉你东西是给你面子的 告诉我 要不要明天我把我的人 都拉到你们学校来啊 把东西放下 刘老师 你千万别动手 冷静一下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我先付你们两万 你们把东西给我留下 这两万元 是我们学校的全部资金 我全都给你了 剩下的 要等到寒假 林校长 你也是从农村出来的 在外面混不容易 要不是那么多人等着我发工资 我不会这么逼你的 你一个农村女人 要在江城这种地方站住脚 不容易 林校长 算我多嘴啊 要是马老板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你不如先回农村去 我可是为你好啊 你还是想办法让那林秀枝 离开这里 我才能把钱给你 王阿姨 我最近不能去见林秀枝 不过你放心 没有了马少飞 他那个学校是办不下去的 他迟早都得回老家 他越是困难 我越是担心 他会到我们家来找老江帮忙 这个不会 我了解他的性格 他绝不会主动请求别人的帮忙 这个事就怪你 要不是你 马少飞怎么会跟妹妹认识 那个乡下人不可能跑到我们家来的 这件事要看你怎么看 我认识了他 才弄清楚了他的真实身份 这样也好 至少能让你有一个心理准备 总比他突然间认上门来的好 所以王阿姨 您还是该谢我呀 等他离开这儿我再谢你 王阿姨 我 你急什么呀 你不是说他很快坚持不下去吗 是啊 这是迟早的事 只是 我最近的手头有点紧 王阿姨 您有那么大的一块蛋糕 切给我一小块 您总不至于心疼吧 我最讨厌的就是 人家拿刀来切我们家的蛋糕 你可不得了 你多一块蛋糕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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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发生的事太多了 这样吧,我们到班上去看一看 喂,陈老师吗?我是林秀枝 今天学校很多老师都没有来上课 估计是不想干了吧 所以请你一定要抽时间马上来学校一趟 请我去试试 同学们,这期算术课张老师不能来了 大家自己复习一下 同学们,这期语文课丁老师不能来了 大家这节课做作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同学们 你们今天的表现真好 老师代表学校向努力学习最守纪律的同学提出表扬 中文静与点照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叫李岳平 是中文系的研究生 大家好 这位叫赵蕊 是教育系的研究生 也是我的师妹 旁边这位叫岳刚 是历史系的研究生 在我旁边这位叫张银丹 他是我们学校艺术系的毕业生 他也对民工子弟的教育 有其他的热情 以后他们四位就要在这工作了 还要请在座的各位多多关照 今天上午 我们把民工子弟小学 遇到困难的事情在校园公布以后 下午就有三十多个同学来报名了 都希望到这里来担任义武教师 因为考虑到大多数的同学 白天要上课 只有双休日有时间 所以最后我们只挑选了他们四位 因为他们四位都是毕业班和研究生班的同学 在时间上可以相对灵活一些 而且他们还说 为了能够在这里专心地当老师 他们还可以把兼职的家教和其他的一些工作也都辞掉 我虽然不算是这个学校的正式议员吧 但是我还是希望在这里代表大家 向他们表示一下敬意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的很多人当中 他们都觉得身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他们能够做一些更加伟大的事情 而他们四位选择要做的 则是任何一个普通的小学校师都能够做到的 我想这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 能够在这样平凡的事情上 投入自己的责任和热情 我觉得真的是难能可贵的 大家好 这位是仲泰公司的董事长江云菩先生 他的女儿江妹小姐曾经来过我们学校 帮助过我们一些比较困难的同学 我女儿江妹是林老师的朋友 我呢也是林老师的朋友 很高兴今天认识大家 更让我高兴的是 今天我第一次走进这所学校的大门 就看到了这么动人的场面 这位同学叫 这位是陈老师 陈文玉 师大教育系的研究生 从上个学期开始 就在我们学校义务当老师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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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老师 陈文玉同学啊 你能够坚持在这里做义务教师 这说明你刚才的那番话 是肺腑之言 而同学们呢 能够走进这么简陋的教室 这比任何宣言都要有分量呢 真是久违了 这种理想 这种责任 这种在平凡视野中的激情 同学们 你们的行动的确是很有意义的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 这的确是最有价值的人生事件 请你们大家相信我的判断 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 所谓的成功人士 而是我也年轻过 也曾经在一个贫穷的山村里 做过乡村教师 对于我今天看到的这个场面 除了感动 敬佩 那就是深深的内疚 因为同学们正在做的事 是我和我这类所谓的成功人士 应该有着更多的责任和力量去做 但是 我们在豪华的写字楼待得太久了 我们谈论收益 谈论经济发展太久 除了去关注财富增长之外 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曾经所追求过的东西 那就是理想 激情和责任 从这点上 在座的诸位 你们比我要富有了 你们比我更懂得什么是人生的价值 所以我今天啊 要一改一往 我一个大老板表达感激的方式 请到豪华餐厅酒餐 不 就让我来颠倒一下 同学们 我希望你们能把你们的富有费点给我 让我在体会学校艰辛的同时 也为自己找回到人生的价值 所以 我有一个心愿 如果说 林老师同意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聘请我 来担任这个学校的名义校长 请江校长给我们学校提个词吧 提个词 好啊 好 我来提个词 当初我看到这个题词啊 并没有去多思多想 可是今天呢 我开始慢慢地悟到 这其中的内涵啊 同在蓝天下 同样的统地 同样的生存权利和利益 同一片广阔的天地 同样的生活空间 和同样的情感空间 我代表我们学校218名 来自民村的孩子 请江先生 表示衷心的感谢 应该感谢的是他们 我给予的支持 只是我力量的一小部分 可是他们呢 付出的贡献 很可能是他们的全部啊 是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 姜总 你们这些年轻人 才是最值得全社会感谢的 可是他们这么做 我还能理解 可是您 是不是有些不可思议呢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啊 从我来说 应该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更全面一些 所以我们应该更感谢您 怎么感谢呢 我 我请您吃饭吧 那好啊 去哪家大酒店呢 这酒店的大菜啊 已经引不起我的胃口了 那您想吃啥 我想 吃一顿 正宗的农家饭 那我可会做了 手擀面 贴饼子 烤红薯 我都会做 那好啊 一天三顿饭都是自己做吗 不是的 只是晚上做一次 就把第二天的早饭 午饭都带出来了 到时候热一热就行了 好 晚安 除了马绍飞 在江城还有其他的亲人吗 还有一个 但是从来没见过面 哦 远青 很近的 是谁啊 谁啊 是我父亲 刚才江城很久了嘛 也是来打空缸 他是城里人 和你一样 在我们那下过香 好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呢 找过了 没找到 你需要我帮你找吗 不用了 您能帮我把这个学校的事办好 我已经非常非常感谢您了 这是另外一回事儿啊 林老师 你能给我一个 帮助你们学校的机会 应该我感谢你才是 不是的 江先生 我真的非常感谢 你能成为我们学校的名誉校长 但是我并不同意 您说贫穷吃苦才更有意义 其实能创造更多的财富 也是人生的价值 这一点 我这几天就特别有体会 我甚至能够理解 马绍飞 为什么会不惜一切代价 一切手段 想成为百万富翁了 我能不能不要谈他 可是 没有他 我就不会有刚才的那一段体会 你也不会坐在这个小板凳上 听我说这些话了 林老师 是 你擀面和切面的动作 我很熟悉 是啊 在我们乡下 从老奶奶到小姑娘都会做面的 是啊 女人在擀面 男人拿着蒜泊 站在一边捣蒜 迫不及待等着那碗 拌有香油和蒜泥的捞面条 好 小林 你先收拾一下 咱们吃完再写 真香啊 调料吗 我去拿 不不 我去 在哪儿 就在屋里 橡油 醋 蒜泥全都有 好嘞 人生开心 小林 吃饭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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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先生 没烫着你吧 那这就是你要找的父亲吗 是啊 你认识他吗 你的父亲叫江卫东 是啊 宝卫的胃 东方的东 怎么了 这不可能啊 这不可能啊 什么不可能 那你的老家是不是 河北景县呢 是啊 河北景县 乔和香 怎么了 江先生 刘家寨 不是刘家寨 是山坡头村 到底怎么了 江先生 那你妈妈是不是叫刘雨晴 是啊 我以前是叫刘雨晴 你认识他吗 那个地儿 言认识他仗恋 哦 顺倌 好 哦 哥 Wanna강 Same 全山坡9 叫姜伟东 在河北乡下的时候 我叫姜伟东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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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致啊 你二十四岁了吧 那么 你的出生是哪一天呢 元月十六日 那就是 英历的十二月 英历的腊月 妈说 腊月羊 鹅断肠 树火蜜苦 你母亲 怎么能够沉默二十多年呢 那你去帮我母亲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你 你母亲在生活 早点告诉我这件事呢 她到哪儿去找你啊 要不是我们一家人有病 要不是我高考入去 又没有前年大学 我妈肯定会沉默一辈子 是啊 怪不得 每天我一见到你 我就感到那么亲切 那么熟悉 尤其是你 你这份美丽的眼睛 你这份美丽的眼睛 秀之 美丽是你美丽的 我知道 我一听说 有一个亲生父亲在江城 我就想 他肯定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庭 说不定 还会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儿 他肯定有一个小四个妹妹 小植 你高兴有这个妹妹吗 不高兴 我是不高兴 我知道 你在报名的美丽 我 我 我没有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你先回去吧 我不好